嗨大家好,我是瑞爺 我們今天要來看這個18比14 打鐵絲天下銀之末 最後一場很緊張 一笑奈何要打這個星辰 先切加州盾 來看看他們打的如何 我們這邊準備開始了 先切加州盾 我們這邊在血刃 對面在刀剋 看看是血刃會贏還是刀剋會贏 他們都是在血武林 然後這邊是水刀 然後套裝幾乎都滿了 就差一個套裝二狗 然後這邊在血祭寫字器 卡牌箭子虛弱 OK,這個刀圖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料 他走了一個好像 跟我之前看到不太一樣的走法 但他這個走法感覺錢更多 他這邊應該是選擇一個 吃很多錢的路線 哇靠 剛剛那個吃錢貼地有點帥 這個躲飛鏢也有一點的東西 全部躲掉之後吃了兩個 然後上下翻 非常的濕厚 刀得非常好 笑的是真的猛 雖然沒有把魚必全吃 但沒有什麼影響 這個滑板 滑板鞋炸出去 這邊很多錫鮭 這個肉體切錫鮭 OK,他這邊 在疊一下他的鞋刃 好,到了藝術 1900也發生 9萬元 賣殺了 他買了這個提高鞋刃的攻擊力 再加一個卡鞋 他上次好像也是這樣打 OK 矮之怒 出發 應該說已經自動使用了 那這邊 他等一下應該就會壓鞋 然後用卡鞋 哇,對面一個直接打腳鞋 然後這場是周盾加賢錢嘛 如果他這邊一直被撞 他錢就會沒有 不過還是要撞 畢竟他要壓鞋 對面帶撈克的話就可以不用壓鞋 然後對面直接用腳鞋 等一手 OK 全部都弄出去 他要打一波的時候 直接放了卡鞋 讓對面不會再有第二張限制卡去限制他 然後這隻是雷龍嘛 他每次打雷龍就是用血武林就是屌打 如果要打龍就必抽血武林 哇,卡鞋時間過了 虛弱還是被他套到最後一段這個大波的饅頭 沒打到 他沒有使用這個鞋子 他馬上獻祭出來 但這個王的盾還有五萬多 然後這沒辦法直接放大絕 他直接放兩把封信直接把王殺 對面是選擇沒限制 畢竟這邊限制打兩把珠 就附圖 然後對面卡住的話 那我覺得這樣打還是蠻划算的 除非他等下打二王的時候可以瞬間把王秒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這樣子先出來會比較好 還是後出來會比較好 可是對面有卡進 可是就是對面的卡牌可能有卡進這邊 但因為他先倒 所以他的卡進就發揮不了作用 先出圖感覺也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OK,反正往前衝 管他有沒有什麼招 這邊就只能一直往前衝就對了 好,他這邊選擇用布之虎去刷這個錢 剩下四百多塊 這邊再受傷就一直噴起來 哇,他大噴錢 我噴掉了四十塊錢 我就噴掉了二十塊錢 哇賽 這個被人撞到一下就大噴錢 希望他有發現這件事 不過他最後一張卡我記得好像 應該如果他一束的話就一定會買得起 所以應該還好 這邊使用一下武器 主發刀殼 六百七十三塊 OK,他這邊買了一張單虛 所以應該是怎麼樣都 弄得起 除非他一路撞就撞到靈遠 他這張單虛 對面還沒跑到 可能要趁對面跑的之前趕快 把技能給他開一開 不然被限制住就尷尬 可是 又有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這場是周盾 所以說不定對面這個慢出途也不一定是壞事 這邊已經確定沒有限制器可以限制人家 就剩下一張虛弱 他現在變這個打技能 好痛喔 可是我們這邊已經沒有任何的容錯率 這邊一失誤就爆開了 虛弱還扣著 然後對面打很快喔 也是傷害爆表 虛弱了一下 可是對面還有第二隻啊 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 第二隻如果出來打主婦應該就有大局 好 這邊虛弱打完了他可能要開始扣血了 撞到一下 哇 盾出來了 而且我們剛才很多傷害都打在盾上 其實有點虧了 對面沒限制 那時候我看他一網早就限制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也滿好的 這把要贏了 OK 主負K一下 打到這樣 對面真的不限 我們三條血盒飛出去 他只能用極速轉換 那他一隻就可以開兩個大狼 這可能嗎 沒有好笑在線喔 這邊還要十幾秒 而且我們不是導客啊 不能再放第二發負伍器 只能靠持標 所以必須壓一點血 好 等這個盾沒了 看看暴擊情況如何 哇 飆露一個 三個喜賀打到 哇 有點陡欸 他怎麼真的沒有先擊啊 希望他湊不出大局啊 哇塞哇塞 好緊張喔 我剛才對面湊不出大局了 不要 這張還是大局嗎 不要 先不要先不要 我們剩五秒鐘 撐住撐住 哇靠 盾來了 完了 喔 他炸風了 他直接用灌了嗎 欸好危險好抖 哇 超輸了 他賭氣 賭了 好啦我們下次見 掰掰